政府抗疫基金私助導遊、領隊和旅遊班司機 每月五千元為期半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賞優騰華說 正是同業界商討申請資格 希望幫助過去一年靠這行賺食的人 一年裡某幾個月份 如果你是基本上能夠帶到多少團 有些可能是有個牌 但一年可能做三兩團 有些真的純粹兼職 我們都希望集中靠這行賺食的人 得到一個結果之後 我們會透過旅遊會發送這一筆資金給他 至於中小企百分百擔保低息貸款的計劃 希望四月底推出